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者联盟,我是老刘 我们今天来说西藏杜王经将在本期视频里聊一个终极话题 死,人为什么要死,是我们放弃永生还是被死亡 那些有过冰死体验的人都看到和经历了些什么 人临终到再生的49天中阴阶段会经历什么 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死亡 本频道主旨是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快速了解一本书的精髓 我们倡导每个人读书,我们只求抛砖引玉 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以便有阅读的兴趣 世界上最早的冰死体验研究是在1740年 当时的法国精医皮埃尔让杜蒙肖的冰死体验报告 而最早系统性研究冰死体验的人叫雷蒙德·穆迪是精神病学专家 他1975年首次提出冰死体验的概念 被纽约时报誉为冰死体验之父 通过对大量的有冰死体验者的研究之后 他们都经历了类似的经历 第一,听到自己的死讯 他们都亲耳听到医生或者在场的其他人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 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到达极限 第二,从未体验过的舒服 冰死体验的初期有一种平和、安享、令人愉悦的感受 首先会感到疼痛 但是这种疼痛感一闪而过 随后会发觉自己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中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感觉将它包围 第三,灵魂出窍的体验 亲历病死体验的人感到自己从身体抽离出来 他能够腐览到自己的身体 并常常能够描述医生忙碌的场面 在某些案例中他们的灵魂冲出房间飞向天空 有时是飞向宇宙 第四,听到奇怪的声音 在冰死或者死亡的时候 有奇怪的声音飘然而至 一位年轻女子说 她听到一种类似乐曲的调子 那是一种美妙的曲调 第五,进入另一个空间或维度 有人反映他们感到被突然拉入了一个黑暗的空间 会感觉有所知觉 那就像一个没有空气的圆柱体 感觉上是一个过渡地带 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抑郁 他可能感到这个空间像天堂 在极个别的案例中却像地狱 这取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体验的特性 第六,自己看着自己的躯壳 发现自己站在了体外的某一处 观察自己的躯壳 一个落水的男人回忆说 他脱离了身体 独自处在一个空间中 仿佛自己是一片羽毛 第七,你的话别人听不到 他们尽竭力地想告诉他人自身所处的困境 但没有人听到他们的话 有一名女子说 我试着跟他们说话 但是没有人能听到 第八,不停出入自己肉体 脱离状态下 对时间的感受消失了 有人回忆说 那段时间里他曾不停地出入自己的肉体 第九,感官从未如此灵敏 视觉、听觉比之前更加灵敏 一个男子说 他从未看得如此清楚过 视力水平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增强 第十,孤立无助 无法交流 在这之后会出现强烈的孤立感和孤独感 一个男子说 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和别人交流 所以他说我感到非常孤独 第十一,周围有他人的陪伴 这时周围出现了别的人 这个人要么是来协助他 安然过渡到王者之国 要么是来告诉他 上宗尚未敲响 得先回去再待一段时间 在灵魂出窍的过程中 经历宾死体验的人 邂逅灵光或代表着神灵的其他争事 他可能认为这是他已故的爱人 天使,圣人或者上帝 第十二,最后的时刻出现亮光 在宾死体验最后的时刻会出现亮光 这道光具有某种人性 非常明确的人性 第十三,回望人生 全程回顾 这个时候当事人会对一生 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 当亲历者用时间短语来描述他的时候 都是一幕接着一幕 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移动的 甚至伴随着画面 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 都得以重新体验 第十四,被界限阻隔 在这时,人会遇到一道 可以被称之 被称作是边缘 或者界限之类的东西 阻隔你到某个地方去 关于它的形态有多种表达 一滩水,一团烟雾 一扇门,一道旷野中的篱笆 或者一条线 第十五,与神灵交流 在宾思体验的尾声 许多人报告各种与神灵所进行的交流 这种交流常常被描述为一个 洪亮的男生 告诉他们大现味道 并让他们回到自己的身体 一些人称自己被要求做出抉择 是走向光芒 还是回到自己现实的肉体当中去 其他的一些人则感到 有一个或许来自上帝的无声命令 迫使自己回到肉身 第十六,生命归来 如果有幸被救活 在宾思体验进行到某种程度后 人们必须回来 在最开始的时候 许多人都想赶快回到身体中去 但是随着宾思体验的深入 他们开始排斥回到原来的身体 如果遇上光的存在 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 也有个别的其他场景或者事物的出现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 关于这些当下有许多的书籍 比如雷蒙德·穆迪所写的 《死亡之后的生命》 艾本·亚利桑大所写的《天堂的证据》 穆内赫言写的《宾死经验的启示》 还有咱们中国的一份 1976年唐山大地震 遇难幸存者中宾死体验的研究 还有皮埃尔让杜蒙肖的《宾死体验报告》等等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以上提到的这些案例 没有一个人的《宾死体验》 和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虽然每个人看到的《宾死时刻》的内容不一样 有的时候看到光 有的时候看到黑暗幽深的通道 有的看到过世的亲人 有的看到是不认识的人或者事物等等 有一点是共同的 当离开这个身体后感受到的时间 和我们这个时空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也就没有办法再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了 而他们虽然能够看到我们 却无法与我们交流 用现在的理论来说 就是他们的意识可能维度上升了 也可能维度下降了 总之不再存于我们这个时空 两者之间有无法跨越的屏障 我们称之为死亡 其实有一本古老的东方典籍 讲的内容和以上这些案例的内容高度一致 差别就在于上面的这些案例 只描述现象 不下结论 而这本书则把死后的意识存在 当成默认的出发点 它直接就是一本指导手册 指导亡灵如何度过 从死后到来生的中间这段过程 这本书就叫做西藏斗王经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烧妻又称坐妻 守妻 妻妓之说 就是从死者去世之日算起 每七天为一个妓日 称为头妻 二妻 三妻 四妻 五妻 六妻 末妻 共计49天 一般认为死者的魂魄会在头妻返家 家人应该在魂魄回来之前 为死者魂魄准备一餐饭食 然后回避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睡觉 因为死者的魂魄如果看到家人 会令他记挂 便影响他投胎在世为人 学者都认为这种习俗来源于佛教 从唐初起突破了信众的范围 走向世俗化 人生在世总有一死 面对死亡这件事我们总是充满了敬畏和好奇的 咱们就来聊聊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 究竟会经历些什么 相传在公元八世纪 藏王邀请莲花生去吐蕃 帮助教导人民治理国家 于是莲花生就带着印度的佛学思想来到了西藏 成为了藏传佛教的始祖 为了解救迷惘众生 莲花生大使向其弟子一息家措 口述了人从生到死再到投胎所经历的各个中阴阶段 以及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解脱 弟子一息家措将此内容记录成册 后来从梵文翻译成了藏文 公元八三八年到八四二年 西藏经历了朗达玛灭佛运动 寺院被拆毁 佛经遭焚烧 僧团解体 佛教僧人或被杀或流放 或者被盼被迫还俗 三年期间藏传佛教元气大商 莲花生大使为了保留这本中阴得度法 用符藏的方法将其隐藏在瀑流三洞之中 待日后有缘人将其发掘 重新发扬光大 也有一种说法是 莲花生大使用的是石杖 埋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符藏 将此经文藏在了某一群人的意识深处 待日后时机成熟之时 他们的智能就会被重新开启 被石杖的经文就会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 时间过了六百多年 佛学思想再次在高原上兴旺了起来 突然有一天 一个洪教僧人 格玛林巴 有的文献说是格玛林巴 是说的是同一个人 感应到了符藏的新位置 他挖掘出了一些经卷 其中有一部就是西藏度王经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莲花生弟子的第N个转世 来到了他的意识世界当中 向他传授了当年被藏起来的经卷 这个洪教僧人 格玛林巴 也叫格玛林巴 在现实当中重写了 梵文版的西藏度王经 还翻译成了藏文 流传于世 然后又过了六百年 西藏度王经成为了一本 一本影响深远的经典 甚至走下高原 传到中原 传到蒙古 这个时候时间来到了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有一个叫做伊温斯·温兹的人力学博士 长途跋涉来到了印度地区 温兹半生都在寻找关于死亡的真相 他不相信人在死后会是一片寂灭 他在四处寻找点击和传说 希望可以证明自己的观念 终于在这一年温兹在大吉岭遇上了一位 叫做达瓦商度的藏族喇嘛 商度格西 格西 藏语格威西连的醒音 意为善知识 精通英语 在得知温兹的来意后 就给他讲述了关于巴多特者的故事 这时温兹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传说就是自己一直在找寻的东西 于是他停留在了这里 花了三年的时间听商度格西讲述巴多的故事 直到1922年 商度格西去世后 温兹才返回了欧洲 并在1927年将这个故事翻译成为了一本书籍 当时埃及杜王经 是很多学者研究心理精神与死亡的重要资料 所以温兹就将这本书籍取名为西藏杜王经 最终出版于英国牛津大学 并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温兹博士说 此书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唯有东方人才通宵的生死哲学 温兹博士对于书名的翻译 虽然没有准确地将中英得度用英文表达出来 但是却聚集了战后西方人感兴趣的两大话题 一个是神秘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 让他们可以暂时躲避战后创伤的西藏 第二个是兼具敬畏恐怖与哲学史彩的死亡话题 就这样 此书成功引起了西方众多学者的兴趣 成为了代表藏传佛教生死哲学观的经典著作 著名的西藏生死书 其实实际上就是索甲仁波切对于西藏杜王经的一种解读 1935年西藏杜王经的德文版本被出版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毫不犹豫为此书作序 说道 自忠因得度 也就是希望西藏杜王经出版以来 一直是他常年不伴的伴侣 融合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论 比如说个人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 都可以在西藏杜王经中找到与之相联系的一些概念 荣格不认为人死后一切就消失了 当他看到西藏杜王经这本书的时候兴奋不已 作为一本超杜亡灵的典籍 杜亡经说道 从死亡过渡到新的生命体 本身所体现的就是尘世的痛苦与暂时的解脱 荣格认为 这与他对灵魂与精神的注重不谋而合 人死后与精神对立的身体或者物质已经不复存在 此时心念的控制在过度的礼仪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对于荣格来说 灵魂的本质是神性的 而西藏杜王经中过度礼仪实际上就是帮助亡魂找到神魂 灵魂之神性 此书在藏族地区被称为阿多托者 西藏杜王经把人这一世的死亡到转生之间的存在状态 称为中阴又叫中韵或者中游 故此又名中阴得度法 西藏杜王经主要用法就是在死者去世的49天之内 由其他人为其送念告诉亡灵面临到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如何对待 本视频我们不涉及到宗教的内容 因为据说要加持啊 灌顶啊 而且 而且呢 我是无神论者 我只信仰精神层面的自己和自己的信念 且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东西 所以我们只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 我们只阐述的是书中的观点的描述 那么西藏都王经中所描述的人死后七七49天的旅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过程一般是在七七49天之内 个别人不受这个限制 一种是修行圆满的圣者直接生入佛国净土 另一种呢 是作恶多端者死后直接坠入无间地狱 他们是不受不需要经历这个中阴这个阶段的 西藏都王经将人的存在分为四种实相 存在此生死亡 临终本性法性光明和再生或者受生 四种实相分别对应着存在中阴 临终中阴 法性中阴和再生中阴 存在中阴实际上指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 也就是活着的时候 之所以把它也列为一种中阴的一种 是因为西藏都王经认为人在世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也就是神石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 心智尚未觉醒 无法认清灵魂的本质仍然堕落于我执和眷恋当中 是在修行的道路上的 因此中阴得度法的存在中阴中的修行 是在死亡的那一瞬间获得涅槃的最好的时间 只有在活着的时候认清灵魂的本质之光 才能够在死亡的一个瞬间得到解脱进入涅槃 临终中阴,人死后当我们的呼吸停止时 意识将会与肉体独立出来 此时我们的灵魂并未离开肉体四处飘荡 我们的意识仍然存在 所以死者有时候甚至无法分清自己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的 与此同时死者体内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开始消融 眼、耳、鼻、舌、身开始失去功能 意识也逐渐开始瓦解 古印度和古埃及文明认为 人体乃至整个世界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的 而佛教则在四大元素之外又加了一个空大 我们的身体就是四大为空实在当中的五大构成 具体来说肌肉、骨骼属于地、体液、血液属于水 体温、热度属于火 呼吸和体内运行的气体属于风 一个生命的雕王便是从地、水、火、风四大元素逐步瓦解开始的 当地溶于水,视之无力 全孙就如泰山鸭陵,动弹不得 当水溶于火,血液凝固,体液干涸 火溶于风,体温逐渐冷却 最后风溶于石,意识会在瞬间消失 然后又随即很快恢复 在意识消失的那一瞬间就会进入到一个虚无的世界 亡魂就会看到一道光 温暖而耀远的光 这道光无色、无味、纯净、空洞又充满了喜悦 藏传佛教将其称为远初光明或者叫地光明 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是超越生死的精神之流 是来自于佛国世界不同颜色的光 代表着佛教所说的几种不同类型的智慧 这道光的出现就是为了引导死者得到解脱的 如果死者能够识别这道光 接受引导并且心向往之就能摆脱一切烦恼和执念 跳脱出六道轮回得到涅槃就能往生极乐 但是99.9%的人会因为生前的业力的阻碍 反而畏惧这种纯净耀眼的光不愿意接近 藏传佛教认为生命的真谛是灵魂 而灵魂的本质就是一道光 身上有许多冰死体验的人都说他们在感知死亡的一瞬间看到了耀眼的光芒 但是原初光明转瞬即逝 大多数人都无法认清楚 这道光也就错失了第一次获得解脱的机会 此后进入了一片黑暗的无意识状态 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 一般是三天半 但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星期以上 接着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法性中阴 法性中阴 进入法性中阴之后 死者的神识逐渐恢复 他能看到周围的亲人围坐在他的身边哭泣 但是什么都做不了 无法碰触到他们 这可能是最痛苦无助的时刻 此后神识将会进入一个流动的充满生光色的世界 生前所有的景象都会融入到这道广袤的光明当中 但事实上这些声光色都并非客观存在的 而是来自于亡灵的想象 越留恋过往的世界 这些幻想就会越演越烈 亡灵就越难得到解脱 法性中阴阶段 亡灵会历时14天看到藏传佛教的100位诸神 其中包括42位密宗喜乐部之神和58位密宗愤怒部之神 但是不管是哪位神都是来引导亡灵走上解脱之徒的 这14天以7天为界分为初期和二期两个阶段 初期的第一天到第7天 42位藏传佛教密宗喜乐部的诸尊将会以庄严慈祥的面貌呈现在亡灵面前 并且伴随着耀眼夺目的佛光 可是因为生前的业力 大部分的使者都会畏惧诸佛所发出来的强烈的光芒 反倒被六道轮回所发出来的暗蓝色的柔光所吸引 这是人世间的光 但是对亡灵来说反而觉得更亲切更愿意接近 也会见到在世间的亲人 只不过呢亲人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们 在法性中阴的头七天 只要使者对耀眼的佛光 有一次心向往之就会得到解脱 否则的话从第8天到第14天 佛教密宗愤怒部的诸尊将会逐以显现 他们有的面目猙獰 有的獠牙外露 有的山头六臂 有的大声嘶吼 但是这些神佛的显现 都是为了碾碎死者对于尘世的眷恋 逼着他们走向解脱之路 那看到这一幕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绝大多数王灵都会当草瞎尿 抱头疏窜 而密东经典中所说 中阴状态的王灵 他们的感官比在世的人更加敏锐 他们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用肉眼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东西更加实在 没有长期的修炼所培养的勇气和定力 那肯定是hold不住的 这个时候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是面对 第二是逃跑 如果你选择了逃跑 你就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逃杀 但最终你会摆脱恶魔获得自由 过不了几分钟 你就会掉到另一片黑暗当中 第二个恶魔又出现了 这个恶魔并没有第一个恶魔那么恐怖 这个时候你依旧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面对 第二是逃跑 如果你还是选择了逃跑 你依旧会成功摆脱魔鬼 但马上会遇到下一个魔鬼 每逃跑一次下次出现的景象的恐怖程度都会减弱一些 但是众生并不知道这些景象就是自己的业力和妄念所幻化出来的 每逃避一次就是离六道轮回更近一步 离真正的解脱远了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一共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你每一次都逃跑了 那么你转世之后就会成为低级的生命 第二种情况 你在某一次逃跑以后选择了面对恶魔 那么出现在后面的魔鬼将越来越可怕 你转世之后也将成为更加高级的生命 第三种情况 如果你第一次面对最恐惧的魔鬼的时候 克服心中的恐惧迎难而上 与愤怒之神相结合 此时 死者就会发现 愤怒之神的这些凶残的显现 不过是来自于死者的幻想 无论他有多恐怖 根本伤不了你 你们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东西 所有的恐惧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也就是死者的心魔 克服了心魔便可以得到涅槃 可是此时死者如果选择不断的惊慌逃避 他可能就会惊讶的发现 此后依次显现的愤怒之神的争宁的面孔就会越来越弱化 似乎也是能从这种恐惧的心魔中逃走的 但是逃跑的结果就是即将进入最后一个中阴阶段 再生中阴也就意味着亡灵终将顿肉六道轮回 再生中阴在灵中中阴和法性中阴阶段亡灵有多次可以解脱的机会 可是如果错过了他们将在再生中阴阶段为走入轮回做准备 此时死者的神识将会再一次进入花花草草的物质世界 开始四处飘荡 再生中阴阶段的亡灵会得到一个灵魂身体 藏传佛教将其称为异生身 与肉身不同的是异生身会使灵魂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以穿越任何物质的阻碍 不受束缚的移动飞行 瞬间移动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视觉听觉等知觉是非常是活着的时候的七倍 甚至可以读懂他人的心识 西藏都王经中描述 异生身是以气味为食的 可以从燃烧的供品中获得养分 异生身维持的时间或长或短 他们将在此中阴状态中等待与来生的父母产生业缘 当再生临近时 异生身将会看到与六道有关的各种幻象 这些幻象会发出不同的光芒来吸引异生身 西藏都王经中有这样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说如果你即将转世天道 你会看到一个华丽的宫殿 如果你即将转世阿修罗道 则会看到盘旋而上的火焰或者是厮杀的战场 如果你即将转世畜生道 则会看到洞穴小屋或者巢穴 如果你即将转世恶鬼道 则会看到一片干枯黑暗的树林 如果你即将转世地狱道 则会被带往一片漆黑之中 四周可以听到恶灵恐怖的歌声 当再生来临时 最好的方法就是时时刻刻的想着一些 纯净美好的事物 以转生为人 因为密宗认为只有人道是最适合修行的 以便下一次死亡来临时获得解脱 若能够成功的将心导向人道 一生生则会不由自主地被拉进去入胎头生 此时临终中阴时所显现的原初光明将会重新出现 预示着生命结束于光明 同时也开始于光明 临终中阴、法性中阴和再生中阴 组成了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期 每一个阶段的长短因人而异 但是根据西藏杜王经所说 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之内获得到解脱或重新顿入六道轮回 中阴期就是在清醒和混乱、顿悟和困惑、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持续不断的摇摆 从存在中阴也就是活着的角度来看 我们生活的环境处处都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每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可能会打乱我们既定的脚步和行为方式 而死后这种不确定性是成倍增加的 因此在死后中阴中 即使是心智再坚定的人也会感到惊恐万分 往往人在中阴状态的时候 理性是彻底消失的 你看到的世界没有理智 只有一时的洪流 这个世界不靠物理定律去推动 而靠因果定律来驱动 一个人存在中阴所做的一切将影响临终中阴、法性中阴和再生中阴 说到这儿肯定有小伙伴会问了 我根本就不信佛 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那么西藏《都王经》对我来说是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呢 事实上 《西藏都王经》是一本以死亡之学为门面 揭示生命本质和奥秘的书 中阴得度教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指导 临终者和亡灵如何在中阴中修行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死后世界的描述 使人不再畏惧死亡 找到生命的目标 获得人生的意义 我们或者说生物 它为什么一定要死 死亡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 死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 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的寿命 端粒的分裂次数 DNA的错误和它的变异 端粒的分裂速度 这三个东西决定了我们的寿命 端粒的分裂次数 也就是端粒长度 是染色体所决定的 目前已知科学 并不能解决这个端粒长度的问题 端粒的分裂速度 是由人体代谢所决定的 人的心脏是大自然当中最强大的 但每个人的心脏 这一生也只能跳30亿次左右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运动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么来看的话 端粒的分裂速度 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人为控制的 地球上的生物 从单细胞生物过渡到真和生物 就是为了避免因为DNA的错误 和因为极端的环境 而造成人类的整体毁灭 或者叫团灭 可以这么理解 在没有古人的死亡 就没有健康的我们的存在 所以死亡其实是生物优化的结果 我们选择让古人死 让自己更健康 而我们的后代选择让我们死 让他们更健康 无论是六道轮回说 还是海奥华预言的大圣灵说 还是回归宇宙意识说 还是回归人类集体潜意识说 还是意识体身为说 甚至于说是平行宇宙说 在所有的灵魂的归宿当中 都在说明一件事情 死亡是另一个开始 死亡是一种觉醒 生而为人的时期 所做的一切善行或者恶行 死后都需要我们的灵魂去面对 人生是在循环 那些过得好的人 说不定已经循环了几遍 每次回来他都能改变一点 让自己的灵魂更加完善 现在过得不好的人 可能是做的还不够吧 再回过头来看穆迪医生的书 他所采访过的很多 有过冰死体验的人 在重新开始生活以后 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他们不再惧怕死亡 而是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 善待他人 因为在生死之际 走过一圈的他们 死亡不再可怕 不过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看待死的态度改变了 自然对待生的态度也会改 我的一位好友曾经说过一句话 聊人生不聊到死亡就不够真诚 我深表赞同 今天谈到的西藏都王经 很多朋友不会相信 我们聊到他也不代表就完全认同他 但是他揭露出一个重要的道理 就是有勇气才有智慧 有智慧才有解脱和自由 此生和来世都是如此 怂人的来生也好不了 什么时候不怂了 什么时候才能好 这就像因果定律一样 前世造的因也才会有今世的果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的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这句话其实也不全面 这话如果放在量子力学的角度上说 就并非如此 因为量子的世界当中 人的主观意识是可以改变客观世界的 也就是果可以改变因 西藏都王经整部经书 试图对人类的生命做出一个全景式的描述 提供了一个从科学视野之外的人类精神的蓝图 美国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在长期研究的病人临终前的状况和心理活动后发现 平时坚定信念的真正无神论者和虔诚的真正宗教信仰者 在面对死亡时都是非常豁达自在的 而那些平时不拜佛临时抱佛脚的所谓宗教信徒以及一些半调子的无神论者 在面对死亡时都出现了焦虑和恐惧 荣格也曾经强调说 一个对神话坚信不移的人和一个彻底不相信神话的人 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强烈的信念感顺应本能生活的人 这样的人更不容易陷入精神危机 所以说信仰并不是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中的某个神明 而是你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 中阴德度教法教的不是临终解脱 而是人生在世时必修的功课 如何将信落实到行 在西藏杜王经所描述的法性中阴的第二个七天 五十八尊愤怒之神将会以猙獰的面孔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你有两种选择 面对或者逃跑 当你因为恐惧而吓得四处逃窜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些猙獰的鬼影与你如影随形 一次次的逃跑的后果就是错过一次次涅槃解脱的机会 最终顿入六道轮回 可是哪怕你在其中的一次选择与这些鬼影正面硬刚 你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来自于你脑海中的幻想 根本就没有任何实体 更何况你已经没有了肉体 就算是看到愤怒之神在丝肉饮血 也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影响 你也不会再次死亡 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 我们经常被事物的表象所蒙蔽 被内心的恐惧所左右 曾经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说一个人在森林当中又遇到了一只老虎 惊慌之下转身就跑 他越跑越害怕越害怕越跑 直到实在跑不动了 于是心一横停了下来 再次转过身来面对老虎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他根本其实没有那么惧怕那只老虎 真正的恐惧是从他转过身背对危险开始的 而战胜恐惧也是从重新转身面对危险开始的 所以我相信要判断你对一件事是否真的感到恐惧 是在你决定面对之后的 面对永远是第一步 不仅仅是面对恐惧 还可以是面对生活中的压力 面对责任 面对风险 面对失败 面对痛苦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逃避可能是最容易的 但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我想这才是西藏都王经真正想要表达的教法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 死亡是人生最基本的恐惧 学会直面死亡的拷问 可以帮助我们将恐惧转化成为一种生命成长的力量 当我们敢于面对死亡 想象着生命有限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将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活着 那么世间的一切可能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法国文学思想家蒙田曾经说过 我们不知道死亡在哪等着我们 因此我们处处等待死亡 学会怎么死亡的人便学会了如何不做奴隶 因为我们终将一死 所以活着的时刻才显得如此的珍贵和美好 所以在本期的视频最后 我想说克服一切恐惧 珍惜现在放下过去 仁爱利他回归简单和质朴的灵魂本质 那么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来世 无论是在哪个维度 你都将绽放你的光彩 好了本期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订阅我们不错过更新 下次再见拜拜